Hip Hop 大家好,我是Nanok,男老高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Breaking 在這就是街舞中的阿酸就是B-Boy的佼佼者 Breaking就是街舞最早開始的形式 而扯到最早的街舞的形式 就要說到Hip Hop文化的起源 至於Hip Hop、Dance的部分 會在之後的影片再做說明 Hip Hop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起源 是名為James Brown的美國動漫舞者兼歌手 在1949年的時候在電視節目中唱個新歌時 跳了自創的新奇舞步 引起青少年們爭相模仿 之後在紐約Bronx區開始興起 Bronx是一個以非裔、拉丁裔等有色人種為主的地區 之後又出現了Hip Hop之父Core Herc 他會在社區中舉辦派對 讓大家一起狂歡 而音樂中都有一段沒有人生的純尖奏 Break 這時候就會有人開始跳舞 所以也有人說B-Boy之所以為B-Boy 是因為Break Boy 或是因為其發源區Bronx 所以是Bronx Boy 這就是所有街舞的起源 Break Dance 雖然Core Herc在採訪中他強調 Break是因為一般民眾不了解原由所放上去的名詞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Breaking這五封的名詞的由來 但其實B-Boy應該叫做Beat Boy 重點是Beat而不是Break 然後街舞的文化就這樣從Break Dance開始 發展出了許多分之到現在 B-Boy是1970年代興起 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就開始蜂巢衰退 Rock Steady Crew 將其蜂巢重新帶回 所以Rock Steady Crew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廣舞團 其中Crazy Legs更是尤其重要 Breaking有一些基本的舞步可以在這裡讓大家知道一下 雖然我個人認為B-Boy是一個身體創造力很高的舞蹈 跳的方式本來就已經超越正常人體極限 態度造勢的名稱後來都以人民為命名 第一大類 Top Rock 搖滾步 Indian Step Shuffle Slide Step Kicks Step 第二大類 Footwork 也就是排腿 小地板 Six Steps CC Three Steps Coffee Green Sweep Shuffle Zulu Spin Baby Love 第三大類 Power Move 大地板 主要是一些旋轉性的動作 Back Spin Wind Mill Baby Wind Mill Hello Flare Air Flare 或是Air Track Albow Air Flare Swipe Head Spin 1990s UFO 第四大類 Flip 翻滾類 前滾翻 後滾翻 前空翻 後空翻 側空翻 側空翻 第五大類 Freeze 它是一個Ending Pose 頓點 停頓的動作 Baby Freeze Side Freeze Chair Freeze Hello Freeze Air Freeze Air Chair Air Baby Elbow Freeze Shoulder Freeze Head Stand Hand Stand Hand Stand 講到厲害的B-Boy 那可還真是多到數不完 這就是街舞中的阿酸 就是跳Power Move的B-Boy 台灣的B-Boy健炎 還曾是節目大學生了沒的班底 招牌動作是 後翻之後 用頭接地的高難度動作 還有B-Boy阿亞 Mr.Wigos說他是一個真正的B-Boy 在跳舞的時候 就像在Club跳舞一般 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同時也是個會很多舞風的B-Boy 對於Hip-Hop的問題也是求之若渴 這視頻的Breaking五部分類 就是參考他的分類 B-Boy Crazy Legs 他是B-Boy文化的先驅 也是重要的推廣者 他發明了Backspin跟Windmill 在他那個年代 他並不知道什麼是Hip-Hop 他只知道他熱愛那個環境與氛圍 甚至一開始覺得自己的哥哥跳Breaking很詭異 他即使到了50歲都還在Red Bull BC-1 精神讓人非常佩服 說到韓國的B-Boy 那就不得不說Hong-Ten這怪物 在Red Bull BC-1這個Breaking界最大的賽事中 拿下2006跟2013年兩次冠軍 在2016時甚至差點拿下第三次 Hong-Ten收訪時說到 他沒有一個技巧是特別突出的 但是對於Freeze這類別的動作非常有自信 有些人會對於自己的特殊舞步給予命名 但他從來沒有想過 因此別人直接將其稱之為Hong-Ten Freeze 順帶一句 他很喜歡跳一跳把衣服給脫了 說到Hong-Ten 2016就是輸給了Eze這位日本B-Boy 他也是首位贏得Red Bull冠軍的日本人 並且兩度打敗了Hong-Ten 拿到兩次冠軍的不只是Hong-Ten 一名叫Lilu的法國B-Boy 曾在2005跟2009年拿下 Red Bull BC-1的冠軍 他的舞團很有趣 叫做Pokemon Crew 同時他也學過中國功夫 還會三國語言 阿拉伯語、英語、法語 他跟Last Twins一樣 都受到Michael Jackson影響很深 每次看到他戴著眼鏡跳Breaking 都很好奇 他是不是用膠水把眼鏡黏在耳朵上了 第三位拿到兩次Red Bull BC-1的冠軍 荷蘭的Mino 在2014跟2017中拿下兩次冠軍 他是Baby Freeze、Slide跟Raw的專家 同時他也是個平面設計師與畫家 作品備受外界矚目 2017年冠軍賽輸給他的是B-Boy Kill 一個非常喜歡Power Movement的韓國舞者 B-Boy Pocket 這個身形比起其他B-Boy嬌小許多的韓國男孩 是MOO Morning of Owl的成員 也是因為他身形的嬌小 卻做出許多強大的大地板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也很愛脫衣服 B-Boy Junior 對很多人來說他的風格是超暴力的美感 直接用腳代替手做一些類似街頭健身的動作 幾乎不讓雙腳碰到地板上 B-Boy Cloud 如果有看過無力全凱三的人應該都有看過他 在電影中飾演反派角色 在現實中曾在2009的Rareball BC1中 打到決賽敗給了Lilu 但他是個風格非常顯眼的B-Boy 會跳各種舞風 常常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動作 不如把他稱之為藝術家更為貼切 而實際上他確實對於拍攝影片有很大的注目 甚至為Zed的歌Stay the Night的MV進行製作 他在TedX的表演 也是以半戲劇的方式結合舞蹈進行 我看他平常跳Breaking時拽拽的 沒想到卻這麼演這麼多話 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下方 他也是Michael Jackson The Immortal World Tour的編舞師 比較知名的B-Girl 大概可以說是AT莫屬 是個偏愛小弟版的B-Girl Rock Steady Crew中的Bonita 也是廣為人知 基力完全不亞於男性 B-Boy當中有些人喜歡加進軟骨的元素 例如B-Boy Flex Izze跟Lilu也都很喜歡 至於著名的B-Boy團 不能不提到Quest Crew 如果大家要仔細看這就是捷舞的節目的話 韓根最一開始的伴舞團就是Quest Crew 這舞團曾拿到ABDC大賽第三季的冠軍 更扯的是ABDC第八季All-Star Champion 他們拿下第二次冠軍 在YouTube上變得廣為人知的是他們World of Dance的表演 是個融合了很多五種風格的Breaking團 而且與以往B-Boy酷酷的風格不太相同 他們採用了很多風趣幽默的方式來進行表演 其實大部分的B-Boy Crew都是以Battle為主 嫌少有像Quest Crew一樣用表演來揚名國際 當然我知道還有很多非常厲害的舞者跟舞團 每個B-Boy B-Girl都有自己特殊的招式 你可能會發現跳Breaking的人中 女生占的少數冠軍也很少出現女性 但是假設你是女生的話 這並不影響你去學習這個舞風 只要好好小心注意身體肌肉的使用狀況 不要使用超出自己負荷的招式 就不會出現受傷的情形 畢竟連Breaking手折斷的人也不在少數 下一次的節目我要介紹的是House Dance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不做Hip-Hop的單元 因為Hip-Hop的起源跟文化跟定義非常的複雜 需要收集比較久的資料 所以會放在比較後面做介紹 歡迎在下方留言 你最喜歡的House Dancer 我是Nanok 那拉高 目前固定星期一會發舞蹈介紹相關的影片 週間可能會有其他項目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跟旁邊的小鈴鐺 以收到我的通知 I'll take my chances If you give back what you're stoned 我會不會有的人 我會不會有的 Ob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